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夏天 沙克奥尼尔从魔术转投胡人 胡人总经理吉利韦斯特对他说 还有一个18岁的孩子也会加盟胡人 你们将统治世界 韦斯特口中的18岁孩子就是科比 他有一个18岁的感觉 我从18岁的感觉没有见过 奥尼尔回忆当年的科比 安静 勤奋 比任何球员练得都苦 但是智能不够成熟 新秀赛季的飞侠心比天高 一次 在球队大巴上 科比直勾勾地盯着奥尼尔的眼镜 认真地说 我要成为胡人历史上的第一得分手 我要成为NBA里的威尔·史密斯 奥尼尔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很多老队员当年都在笑话他 但是我这一道态从来都不会停止训练 所以我就在想 上帝 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杀鱼预料的没有错 科比很快震惊了整个联盟 但超出预料之外 科比赤尼单打的球风 引起了奥尼尔的强烈不满 鲨鱼曾直言不讳地告诉科比 你得打团队篮球 但科比根本听不进去 第一个多分才写 之前奥尼尔曾经组织了一个科比批判会议 鲨鱼很直接地表达了意愿 希望科比同老球员多交流 这个时候 菲尔·杰克逊站在科比这一边 他警告奥尼尔不要再对内拉帮结派搞断争 阐师说他不愿意批评科比 是因为他希望科比随时都保持攻击状态 如果总是听到批评 科比就会开始犹豫 而他不允许科比犹豫 胡人队按着禅师写好的剧本进行 当赛季拿下67胜 并杀入冠军争夺战的舞台 总决赛第四场加时 奥尼尔被拔下 是科比连得八成并补蓝卷杀 OK广场就会开起来 科比至超级 beverage 中斧 pero 三连贯期间 虽然两人小摩擦不断 但胜利的喜悦让OK处于蜜月期 用奥尼尔自己的话就是 我跟科比的问题只会停留在球场之外 我们对彼此的意见也只在球场之外 一旦我俩站上球场 就对彼此深信不疑 但性格上的差异 还是让二人在不久之后 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 奥尼尔的不停休战 成为新一轮矛盾的导火佐 鲨鱼因为手术 缺席02-03赛季前12场比赛 而他当时给出的解释是 我在工作时间里受不伤 当然要在工作时间里养伤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努力 我们必须要努力 科比的迅速成长也让球队老大之争进入白热化 奥尼尔曾面对面告诉科比 对你渴望的东西有着点 关于这件事 奥尼尔多年之后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他总是在追求完美 但我生命中除了篮球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随后的那个赛季 两人的矛盾全面爆发并升级 震惊世界的英俊事件 让科比背负了巨大压力 事后科比直言 奥尼尔甚至没有打过一次电话 随后科比干了一件事 彻底引爆了两人的关系 科比在接受采访时说 其他两位名人堂球员几乎在免费打球 奥尼尔却一心只想着许约合同 据胡人队友回忆 奥尼尔抓狂般地冲到训练馆 四处找寻科比 并告诉每个人 最后 在马龙 布兰肖等一批队友的分地阻拦下 奥尼尔的拳头并没有打在科比身上 当时 马龙放下一句话 我收购了 我将心来这 是为了总冠军 不是来看热闹 OK组合 彻底决裂 Understand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talked to Kobe?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I don't know If Kobe Bryant called you on your cell phone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say to him? I don't have a cell phone There's people that I'm connected with I'm connected with What you gotta do is think And I'll call you I don't have a cell phone And that's the problem with your diesel I'm technological More advanced than you are My thought process Begins 04年兵败底特律 OK组合最终分道扬镳 世纪之交NBA最成功的两人组 就这样不欢而散 胡人选择了更年轻的科技 奥米尔则都有去了迈阿密 I think that's why there's such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still You know from him to me and vice versa That he knows He knows 从96年联手到04年分崩离析,OK王朝给胡人留下了一段辉煌,却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吉利韦斯特曾经说过,如果他俩能听我的权告,那么摆在他们脚下的至少能用5座总冠权奖杯。 和我认为一位朋友们认为要得到一个小处。 我认为他人们的一位是一位,我也认为一位最维俄,我认为一位最维俄。 我认为一位最维俄。 最维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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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菲尼克斯 奥尼尔和科比 共同举起 全明星MVP奖杯 OK大和解的喜马 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但当年 那段科比鲨鱼 叱咤风云的岁月 已永久地沉冬在了 历史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由于